大家好我是游魔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Metal Build系列Evangelion福音戰士零號機 零號機改 那這部機體我想只要有看過福音戰士的朋友應該都對它不陌生 那之前我們在其他影片之中也介紹過一些相關的玩具 所以關於它的背景資料我們這邊就不多說了 這個系列它就是Metal Build 它算是B財團現在旗下最頂規的一個收藏類玩具 那也是一個像投資理財商品一樣充滿了炒作空間 那因此它整個不管是材質用料規格等等都算是比較高檔 甚至連它的包裝你可以看到也是燙金燙銀 那這一次燙的是金屬綠整個看起來質感也是非常特別 那它的設計就是走一個比較魔改風格 那一樣是由原本的機設就是三下一股豆老師所重新再詮釋 那因為它用料比較細緻包含它合金零件等等 因此整個細節的刻畫確實是更加的精彩 那包含了機械細節的描寫刻畫也更加的精緻 如果跟比如說蘿蔔很比起來當然是高了不少檔次 那不只是它的外型重新設計 這一次連它的武器裝備看起來都更加的豐富 所以今天影片的重點大概第一個就是 跟初號機二號機做一個外型上的對照 那其次你可以看到它的武器裝備整個像路邊攤一樣擺開 也是非常熱鬧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就會針對它的一些武器裝備等等 再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解說 而且這一次我們順便同場加印一下 這是前不久剛推出的武器包 老實講它的CP值可以說是非常低 因為它其實東西很少 可是光是這樣子大概就要一千多塊 那真的會買的都是潘啊 說誰是潘啊 誰拿在手上誰都是潘啊 好那裡面主要就是長刀短刀 以及對應的刀鞘 那同時還有一把來福槍 以及它有一些可以換裝的裝備 可以讓這個來福槍長有短 甚至還可以上刺刀等等 那至於說本體的部分 它的內容物其實還算是蠻豐富的 但是價格也是不低 尤其通常這系列都會很容易被炒到蠻高的 那麼首先我們看到它的內容 大概就這一些 那首先它有一個跟之前一樣的整備架 那包含它的底座、地台的部分 還有它的手型也是蠻豐富的 那另外這次的裝備的重點 就是它有兩門砲 以及它後面的這些拘束具等等 那同時它本體的下面這邊還有另外一包 那這邊就是它的來福槍 以及它的小刀 同時還有幾個替換件 那不只是這次的零號機 不然初號機跟二號機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仔細的做一個展示 那最後看到就是它的保麗龍的包裝 那這個當然比一般的吸塑盒會來的高檔許多 那以及還有它的說明書 那說明書也是彩色印刷 看起來是還蠻精美的 但是它也就是薄薄這樣子 一小本 那裡面就有所有關於它的一些細節 譬如說可動等等的說明 以及這些武器裝備的運用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展開來吧 那首先我們針對Metal Build 跟羅伯魂兩個系列做個對比 那羅伯魂整個設計風格是比較忠於原味的 包含它的線條簡潔俐落 配色上呢比較明亮比較飽滿 而相較之下呢 Metal Build 系列很明顯就經過了魔改 在原有的設計基礎上增加了很多的精密細節 那包含它的配色上 如果稍微對照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用色是比較深層的 就比較有寫實感 可是呢它很多金屬細節又形成一個強烈的反差 那這邊我們先量一下尺寸 像羅伯魂它的尺寸大概17公分高 而至於說Metal Build的頭頂高大概就有22公分 如果加上武器掛架大概就來到了將近24公分這麼高 這三機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們都有一個主要的色調 譬如說初號機就是紫色 二號機是紅色 那中間就穿插很多的細節 而這一次呢 零號機它其實在這個穿插的 不同顏色的比例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的主機調譬如說橘黃色的部分 大概只佔了50% 那像這個初號機紫色可能就佔了80%左右 而它的其他配色像是灰色或者白色 大概就有30% 20% 因此它在用色上是比較平均的 顏色的分布也是比較豐富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針對這一次的Metal Build 跟羅伯魂這兩者 在設計上以及一些塗裝 以及細節風格上面做一些對比 那首先呢 羅伯魂它基本上是所謂塑料成型色 但因為它用料還不錯 整個不會太膠感 看起來是有一種就是霧面的亮麗的質感 那相較之下這個Metal Build 它其實是完全塗裝 那主要的顏色它其實是消光色 那顏色上面也比就是原本羅伯魂 或者是動畫中的配色會稍微來的重一些些 比較深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配色上一樣是橘黃色的主機料 中間也是有穿插灰色白色等等 但是呢中間又增加了一個中間色 就是它有用了很多這種金屬綠的細節來貫穿 讓它看起來呢 這顏色的層次豐富度是更加的提升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它在封面 會增加這種金屬綠的燙金字 也是呼應這個設計風格 包含它你可以看到 很多內構它就加入了一些綠色的細節 那以及像是有些藍綠色的線條等等 顏色上面看起來是更加的豐富的 那另外呢造型上當然如果你跟原始的設計比起來 它的線條是增加更多層次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臉部的造型 旁邊這個就增加了一些類似進氣口的結構 它的這些線條的轉折等等 刻線當然也是更加的豐富 那另外配色上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它有幾個細節用色上也是不太一樣 譬如說它下巴的部分 原本是橘黃色 這一次則是改成了這種藍綠色 包含它的眼睛的部分也是綠色的透明件 整個看起來的金屬感 以及亮度呈現上面都有 不一樣的效果跟感覺 那當然它在很多的細節結構上面 都會有很多更精緻化的表現 到處都充滿了驚喜 譬如說像背後這個有點類似 這個脊椎的這些線條 就比原本這種一個一個塊狀的色塊 比起來就有更精密的這些機械感 譬如說像很多地方都有類似這種螺酸 或小刻線等等 那尤其中間這條脊椎真是 這個美不深收 包含後面這很多細節等等 這些線條的刻畫都是 這個Metal Build 我覺得是最迷人最精緻的部分 那當然它還有很多小細節 有增加了一些譬如說圖案 或是線條等等 像這邊的一些斑紋線條 都更加的細緻 那包括它的一些符號等等 像這邊有TEST TYPE EVA 以及這個0號的這些標誌 上面這些符號的一些移印等等 整個精緻度 以及它的細節的呈現 確實也是這個系列最大的魅力之一 接下來針對同系列做個對比 那首先這三機基本上 它們都是兼用同一套素體 所以如果你把0號機跟初號機 從頭到腳做一下它的零件對比的話 就會發現說 它的所有結構 所有的零件幾乎都是完全相同的 都是兼用同一套的結構 包含它的身體、手腳 甚至連關節、零件等等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在配色跟塗裝上 還是有所不同 以及那些符號貼不一樣之外 它基本上這個0號機跟初號機 它有三個部分是有所差異的 那第一個就是它胸部的結構 這個設計上本來就完全不一樣 那第二個當然就很明顯 就是它的頭雕 這也是完全不同的零件 那另外就是它的肩膀 G數據的前端 這邊原本的初號機 它是前面有點類似 像進氣口這樣的結構 那至於說這個0號機 它前面是收一個比較尖銳的造型 而這一次還有一個小驚喜 就是它的配件的部分 其中這個武器掛架 它也是經過了重新再設計 所以原本像初號機部分 它的結構比較簡單 就是在上下各有一個 螢光綠的三角形的結構 以及中間有兩個橘黃色的五角形 而這一次0號機的部分 它就增加了很多的線條 譬如說後面這邊有增加了三條刻線 上面這個塗裝還跟下面不一樣 以及它上下這本來是只有白色 那上面這邊還多了一個黑色線條 再加上中間 你可以看到五角形的部分 也是有一些細緻的設計跟處理 那中間這邊還多了一些結構 跟螺酸等等 所以相較之下 這一次的武器掛架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整個大進化 增加了蠻多的細節的 那至於說0號機跟2號機 如果你稍微對照一下 你會發現說它們之間的 這個兼用度又更高了 包含它手腳以及身體的零件 幾乎都是完全一樣的 那只有兩個地方不同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到 首先它的胸部結構 是完全相同的 這邊連改都沒有改 因此這胸部造型是完全一樣 那包含它的拘束具 這個肩膀的部分 這個結構也是完全相同的 那當然第一個不同 就是在它頭部的造型 這兩者的頭雕 如果這個都兼用 那就沒有什麼好 再另外做不同角色了 那第二個不同 則是跟初號機一樣 它的武器掛架 原本的2號機 它也是跟初號機一樣 造型結構比較簡單 但是這一次的2號機的部分 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整個大升級 這個就是板帶讓人不懂的地方 該兼用的部分 它從來都不會少 可是這一次突然就在小地方 就突然升級了這個武器掛架 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總之在把玩上面 在讓人覺得說 好像兼用很徹底的同時 沒想到居然還有一個 很奇妙的一個小驚喜 這個也是這一次 把玩上一個比較令人覺得意外的地方 接下來看到它的可動表現 那首先脖子這邊有幾段關節 包含肌頂這邊有一個前後的轉軸 上面則是一個球關 往前往後 側向 左右的旋轉 都有一定的幅度 但是中間這邊 它其實有一個連動關節 可以在往上或是左右的時候 填補一些空隙 可是這個關節本身 卻限制了它的可動幅度 讓它轉頭的角度 大概只有2、30度而已 因此它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垂直 往左右看的動作 這是在可動度上面 雖然說結構看起來很複雜很完整 但是可動卻是整個被限制住 另外它後面這個武器掛架也是一樣的問題 雖然說造型很帥 但是也是整個擋住了它的結構 讓它在左右側擺的時候 它前後是沒辦法轉動 因為被卡住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掛架先把它拔起來 先看一下它的造型結構好了 首先在拔的時候 這邊要稍微小心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插箱 是直接插進去就會固定住 然後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小插箱 可以固定在這後面 所以整個武器掛架其實結構是算蠻穩固的 拔掉之後 這個肩膀它才有一定的自由度 其中它的可動關節其實也是分得很細 包含它內側這邊有一個大的球關 因此它往後、往前的角度都還算是OK 不過往前的角度稍微小一點點 譬如說這手臂頂多 只能離這個垂直角度再多一個大概差不多5度到10度而已 另外360度的旋轉當然也是勉強可以做得到的 以及它側邊這邊分成兩段關節 第一個是它連結這個基底 它有一個球關固定在這邊 因此可以上下翻 前後也有一點點微調的空間 至於說上面這個拘束具的部分 它則是一個球關固定在前面 往前往後側向都有一定的幅度 所以這兩者的組合可以讓它手臂往側擺 往上抬起來大概超過90度一點點還OK 至於說上臂可以旋轉 還有它的手軸這邊也是兩段可動 要做到整個對折 勉強強應該還是可以做得到 另外它的手軸有一個轉軸再加上球關 事實上它上下都是兩個小球關固定 所以它除了可以做旋轉跟調整角度之外 往內側也可以稍微再做一點微調 另外它旁邊袖子這邊還有一個小的C扣 扣在這邊 讓它可以再往外的旋轉的時候 可以稍微避開一點干涉 那當然它福音戰士它最有趣的關節 是在它的腰部結構 看起來好像中間是每一個這個 灰色菱形的結構看起來都是可動的 但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徹底 它主要就是中間這邊有兩段可動 不然上面這邊這一段跟這一段而已 因此這兩段的組合 可以讓它往前彎腰的幅度 大概差不多可以到七八十度 那往後則是稍微小一點點 大概只能到這個角度 那不然側向也可以做一點點的微調 以及左右的旋轉 但是左右旋轉因為它結構也是互卡 卡得蠻緊的 因此它這兩個關節的組合 讓它左右旋轉頂多也就只有差不多四五十度而已 所以它結構看起來好像關節很豐富 但事實上可動是很有限的 那只是說它在很多小結構還是做了可動 譬如說這邊黑色的這些小細節 它都有做了一個小球關 可以固定它的可動 那包含它在左右微調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做一點調整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它對可動度真的也是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另外它的髖關節的部分 往前可以到這個角度 側向打開差不多也是四十五度 往後則是大概只有三十度左右 這可動度就比較受限 另外側邊大概也只有四十五度 然後它的側向 這邊它其實有一個平轉的關節 但是它結構也是稍微有點卡 所以這邊往外稍微平轉轉開 大概頂多只有四十五度而已 那不過這邊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這個大腿這個肌肉 它做了一個連動式的關節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這個大腿內側這個肌肉 是可以跟著它的角度去做伸縮 那這個在譬如說RG也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它的可動度並不高 但是可動關節的設計是很有趣的 那以及它的膝關節部分它也是做兩段 那這個可動角度到還OK 可以幾乎到對折 那包含前面這一段也有一點點小可動 那至於說腳步往前往後的角度其實還好 那包含這邊的這兩個小結構 它也是有做了一些可動 可以去填補它的空隙 譬如說你往前的時候 它就可以稍微擋住這個結構 往上也可以像這樣子 這邊可以再拉回來做一點點微調 另外前面這一小段 這個腳趾頭也是做可動 所以它基本它的可動程度我覺得都還好 並不會說真的到一個所謂的超可動 但是它這可動結構的設計倒是很有趣 比如像脖子中間 這邊的連動機制像大腿肌肉等等 以及它中間的腰部 雖然說可動的關節做得很細 但是可動度來講 並沒有說比較厲害的一個表現 再來看到的是這次零號機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武器裝備非常的豐富 首先它基本武裝這把來福槍 跟初號機二號機是一樣的 不然它的彈甲也是可以拔起來 以及它的後面這邊它有一個連接點 可以裝載上這個連接件 就可以掛載在身上 或者是它像是它大腿旁邊 也是有些這些掛架 甚至掛載在準備架上面等等都是OK的 不過這個造型基本上就是跟初號機二號機 完全相同之外連它的配件包這把槍也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這次它就基本的槍而已 並沒有像它的延長套件或者刺刀等等 這次就沒有 再來則是這把小刀 這把小刀的造型看起來也是刻畫的蠻精緻的 包含它的刀身 也是有做了金屬塗裝 還有一個刀鞘也是可以利用它的連接件掛載在身上 或者是它的武器架等等 那手型呢它除了這個基本的龍爪手、開掌手 還有像這個是撕開AT立場的龍爪手 它上面的塗裝也都做得還蠻精緻的 那另外包含像這是握刀手 就可以拿來使用剛才這把小刀 握持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直接套上去像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它的小刀的武器手 那同時還有握槍手 那這個握槍手呢 它除了可以握這把槍之外 其它的幾個武器也是可以用這個握槍手來使用 然後這一次呢 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掛架 那這個掛架是做什麼用的呢 事實上它是拿來握持它的這些攜帶用的電池 那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福音戰士它都在平常狀況下 需要使用這個握線 提供它的動力 那這個握線呢 它有一個像這樣連接鍵 就可以把它給固定在它的整背架上 但是呢 如果你要離開它原本的母機 離開它的基地的話呢 這一次它就提供了像這樣子的一個 電池的組合 那這個電池組呢 就可以接到它握線 直接插到它的背上 那上面呢 總共就有四個小電池 那這個小電池呢 它也有一個像這樣連接鍵 平常也可以掛載在身上或者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掛載在武器架上面 這個攜帶架上面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些連接鍵呢 一個一個把它給拆掉 那其實在組合跟使用的過程中呢 感覺還是有一點點瑣碎了 但是總之呢 它使用方式就是呢 掛好掛滿 把這些小零件呢 全部掛載在這個掛架上 那你就可以帶著這個電池組呢 就可以自由的行動 那這個纜線當然就要插在背上 而至於呢 它有兩個握時的點 不管你要握在這邊 或者抓在這邊都可以 左手右手這個就隨便你自由的使用 但總之呢 有了這個電池的攜帶組之後呢 它的行動上面就會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方便 那另外這一次呢 它有一個特色性的武器就是呢 這一把無重力砲 那基本上它看起來應該就是使用旁邊這個推進器 讓它在發射的過程中呢 後面也是推進爆裂 然後就可以產生跟它的發射的動力 互相中和的一個力道 我是這樣猜的啦 但實際上到底怎麼樣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總之這種科幻的設計就是 你可以自圓其說就OK了 那其中呢它就有像這樣子的一個算是彈藥夾吧 可以把它給掛載在這邊 那上面呢當然也有一些 譬如說NURF的一些符號等等 左右各有一把 所以呢你可以雙手各握持這個武器 看起來呢就非常的厲害 這是它的主要武器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小東西啦 譬如說它的這個整備架上面 一樣是有這個支架可以做使用 那這個支架呢就可以掛載 譬如說像這個是可以直接 插在背上的這個動力傳輸線 或者是呢像這個傳輸線呢 它就可以掛載上這個武器的連接的這個掛架 因此它就可以直接把它插在背上 同時呢這個支架的部分也提供它一個 就是支撐的力道 那另外呢這次還有一些原創的武器裝備 譬如說它這個面罩呢看起來是很帥 那就可以直接就把它給戴在臉上 像這樣對準刮上去就可以了 那有這個面罩之後呢看起來就像是特種部隊 感覺呢也是非常非常帥氣 那最後呢當然就是它這個武器的整備架 那這個造型呢基本上跟之前初號機二號機是完全一樣的 就可以把它的像這個武器掛架 然後把G數據呢直接就塞在裡面 不然手臂這邊呢它有點類似像這個 手銬一樣的造型 看起來就有一點點這個SM的味道 那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窄點 就可以把各式各樣的武器呢全部都掛載在上面 最後在肩膀的部分它提供兩種不同的換裝版本 一個是沒有任何裝備 這是零號機 那這一次呢有武器掛架 還有它上面的G數據呢 這個則是零號機改喔 那這一次呢它就直接提供像這樣的零件 所以你可以把其他的這些裝備呢全部拔掉之後呢 換裝上這個零件喔 這樣就可以還原所謂的零號機的造型 那換裝方式當然就很簡單喔 不過呢在著裝的時候呢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點喔 因為它這個零件的鬆緊度有時候還蠻難拿捏的 如果順利的話呢就可以一次裝好 那如果不順利的話就要裝半天喔 而且呢這一次呢它不只是光是零號機的部分 有提供了零號機跟零號機改兩種版本喔 包含了初號機以及呢二號機的部分 它也有換裝的零件喔 因此呢這三機呢都可以重現 就是有裝備跟沒裝備的版本喔 那不過呢當然就是需要買這一次的零號機呢 才能夠實現這三機的未著裝的版本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Metal Build 0號機 0號機改的簡單介紹 基本上完全兼用初號機和二號機的素體 只是換個頭雕改個配色再賣一次 可動度和造型細節如出一測 沒有什麼令人意外的驚喜 但如果站在收藏的角度來看 似乎又是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機都會讓人覺得不夠完整 不過也許是因為零號機本身的特色 不像初號機和二號機那麼鮮明 為了刺激買氣 B財團這次特別在武器裝備上下足了功夫 不但追加新設定 包含武器的種類和數量 也是同系列中最豐富的 甚至還往前相容 追加了初號機和二號機的肩膀零件 再次印證的那句話 B財團做冷門機體總是特別用心 這次零號機出完之後 當然還有八號機、三號機、馬克六、十三號機等等 可能會推出 甚至還有各種改來改去改不完的版本 但我個人覺得 收滿一王二厚TV版的主角三人組 已經算是完結灑花 其他的除非武器裝備很厲害 不然我應該看看就好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